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周 公元386年 贤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规建立北魏 拓跋规称魏王后即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 在击败后宴夺取黄河一辈广大地区之后 于天兴元年在平城称帝 拓跋规死后 其子拓跋四即位 开始向黄河以南发展 与此同时 东晋北府兵将领刘豫起兵跑灭窜进称帝的元晶州刺史环旋 灭南燕 后秦 于公元420年代东晋称帝建国号为宋 拥有东自清 沿二州 西至同关的黄河以南地区 与北魏阁黄河对峙 宋永出三年 拓跋四城流域并鼓 发动北魏攻宋河南之战 先后投入十余万步骑 重点进攻黄河南岸的宋军是中镇 至次年任四月 先后攻取金庸 虎劳 华台和东阳等城 占领司 沿 玉等州 宋元家七年三月 宋文帝刘一龙城北魏与柔然作战 无暇难顾之机 出兵北发 七月 收复华台 洛阳 虎劳 却熬 一度收复河南是底 十月 魏军渡河 再次攻克洛阳 虎劳 十一月 复攻华台 四年初 宋将谭道计就华台被阻 守军梁静 华台被北魏军攻占 北魏太平真军十一年二月 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亲率十万步骑步南下攻颂 围攻玄户 四十余日不刻退还平城 七月 宋军攻卫 取却熬 为华台 十月 拓跋道已号称百万之众渡黄河 解华台之伪 长驱南进 十二月底刮步 声言欲渡江夺取健康 四年正月 阴法十 极易流行而北撤 宋太使二年 宋内讧 边将薛安都已蓬城将北魏后 淮北四周及淮西之地进入于北魏 宋武力收复河南师弟争夺中原 遂言怀设防 声明三年 萧道成带宋建立齐朝 史称南齐 北魏太和十七年 北魏孝文帝拓跋红迁都洛阳后 又频繁南下攻齐 北魏 南齐沿淮河进行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战争 南齐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宗室内战 国历日衰 使北魏得以夺战南阳 寿阳 齐庸珠次使萧衍成政局混乱 举令东下攻占建康 建立梁朝 天间四年 梁武帝萧衍兴兵攻北魏 以其帝萧红为主帅 萧红临阵怯 指挥不力 导致梁军大败 六年 在中离之战中 梁首将昌一只坚守匹敌 配合维瑞等帅援军逝时反攻 击败北魏军 取得了自宋元家初年以来 南朝对北朝作战的一次大截 对稳定淮南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北魏后期 朝政腐败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激化 正光四年 北部边防六镇军民不堪镇降压迫 相继聚众反卫 北魏六镇起义后 关龙 河北和山东等地 掀起了各族人民起义的浪潮 这些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 但对北魏王朝仍是一次沉重打击 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 永安元年 尔珠荣发动和音之变 控制北魏朝政 三年 孝庄的杀尔珠荣 荣至尔珠照起兵杀孝庄帝 令礼元公为帝 普太二年 在寒陵之战中 以晋诸刺士高欢为首的六镇先碑 联合和北大族武装大败尔珠世军 不久 尔珠是势力消亡 高欢居进阳 遥控北魏朝政 北魏永熙三年七月 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受高欢控制 逃往长安 投奔关西大都督宇文太 十月 高欢拥立元善建为帝 由洛阳迁渡夜城 史称东魏 四年正月 宇文太在长安立元宝剧为帝 史称西魏 此后 东魏与西魏展开了二十余年的争夺战 西魏大统三年 在东邪魏同关之战和沙怨之战后 西魏乘胜东进 攻下蒲板和金庸 与东魏争夺洛阳 东魏武定元年 东魏与西魏又先后在河桥南城 芒山交战 东魏先胜后败 高欢逃离洛阳 西魏应无力巩固洛阳而车兵 以黄河为戒设访 四年 高欢大举进攻西魏重镇玉壁 苦战五十余日不能下 损失七万人 被迫退兵 五年 高欢并祖 八年 高欢自高杨带东魏称帝 改国好奇 史称北齐 梁城东协未相护兼并之机 玉宫中原 以恢复对河南的控制 梁太清元年 东魏叛将侯景徐一所居河南之地降梁 求梁出兵援旧 梁武帝不顾群臣反对 出兵支援侯景 被东魏击败 侯景难逃 据梁寿扬 一年 侯景反对梁与东魏议和 连杰林贺王萧正德反梁 渡江攻建康 三年 攻入台城 侯景等所过之地 屠成掳掠 造成严重破坏 大宝二年 梁襄忠王萧逸潜王丰变 陈霸仙等征讨侯景 三年 攻破建康 侯景败走 被部署所杀 不久 萧毅在江陵自立为帝 是为梁元帝 西魏 被其成侯景乱梁之机 争相南下略的 分别取得一周淮南等地 西魏大统年间 于文太创立辅兵制 扩充了兵援 强化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 梁承盛三年 在西魏军破江陵之战中 梁元帝被杀 西魏立萧败为梁主 史称厚梁 四年十月 陈霸仙于建康 拥立萧方制为帝 少太二年 陈霸仙等在北齐公梁之战中 得到江南民众的支援 将北齐军逐回长江北岸 西魏公帝四年正月 宇文太子宇文爵带西魏称帝 史称北周 十月 陈霸仙带梁称帝 国后陈 陈太监五年 陈宣帝陈虚派部将吴明彻等 率军十万分路攻北齐 连下丽阳县 秦郡 寿阳等数十城 数 进赴江北 怀思朱地 北周五帝宇文庸即位后 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使经济发展 国力 军力增强 北周建得四年至六年 在北周灭北齐之战中 宇文庸三次率军进攻北齐 最后攻占齐都城业 灭亡北齐 统一了中国北方 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地区 北周灭北齐之后 南朝臣试图收复淮南失地 在陈宫北周之战中 于吕梁击败北周军 围北周捧城 于淮口被北周军阻塞水路 挤进全军覆没 北周军攻占淮南地区 陈军退守长江以南 北周大巷二年 北周宣帝宇文云族 子宇文产纪委 随国公阳间辅政 纳定元年 阳间费境的自立 建国后围随 是围随文帝 改元开皇 开皇九年 随灭臣 结束了东晋 十六国以来 约270年南本纷争局面 南北朝战争前后达150余年 其中既有南北朝之间争夺江域的战争 也有王朝内部更迭的战争 矛盾错综复杂 北朝拥有强大骑兵 军事上占有优势 南朝得到汉族民众支持 在几次北伐中曾一度收复失地 但由于实力弱于北朝 作战主要是凭借江河平照 组织水上防御 迟至北朝的进攻 防线由黄河退至淮河 最后以长江为界 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南迁后 特别是经过北魏末年 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北方民族逐渐融合 民族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北周推行军田制和府兵制 增强了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 南朝在侯景之乱后走向衰败 民众要求统一的愿望逐渐增强 南北双方力量对比 发生重大变化 使随朝完成了统一 南北朝战争丰富了中国古代战争实践 涌现出许多优秀将领 骑兵战术和筑雷 攻坚将和防御作战方面 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 占有重要地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